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 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我是高维旭 欢迎各位投资朋友 加入维旭的团队 要看懂行情路况 你才有办法成为 股市上交易的赢家 这是实在话 这是实在话 现在大家会迷路吗 来看一下 在平盘附近 今天开梯之后 几乎落到快平盘 我跟投资朋友有报告 自从我在 5月28号传真稿 适用5月29号 来 5月28号传真稿 实用5月29号 这两天美国到雄是大跌的 我跟投资朋友 跟会员报告 航行路况往上 自从在5月28号 实用5月29号 这一根叫5月29号 航行路况往上 目前来说 网上的看法不变 已经超过 接近400点了吧 希望投资朋友都有掌握得到 都有掌握得到 航行路况看对了 你个股方向才不会做错 不然你很容易多空都被拔 你很容易多空都被拔 1万元千点 请你卖股票 我这几天一再强调 绝对不是最好的卖点 绝对不是最好的卖点 最好的卖点是在哪里 4月12号 15号 在这里 4月12号 15号 航行路况往下 4月12号 15号 12号我在这边公开跟投资朋友说 请你出勤股票 不要做被动员件 细菁员5G相关的 四大属群概念股 请你要留意政府政策 做多的报价上涨的 第一 本益比 第一 股价禁止了 来 4月15号告诉你 航行路况往下 这个才是个股操作 最好的出场点 这才是个股操作 最好的出场点 5月3号 我要讲 5月5847刚 这个时候的卖点 大家权指数是上万点 卖股票对吗不对 因为它领先大盘先跌 这时候你卖股票 基本上 除非你在这边的时候 跟我们会员一起买 但即便你在跟我们会员一起买 报上报下 很抱歉 你也没撞到什么钱 你在 大家这给您报告了 6月10号请你开盘的时候买 或是盘中的时候买 或是尾盘的时候买 都可以 是好的买点 可是上去之后就被整理了 就被修理了 来看一下 995847刚 你是不是被修理 你赚不到什么钱的 但是你要赚到钱 一定要 跟上为序的建议 你才容易赚得到钱 四季刚 1月3号 买进四季刚 57.3 很多人会在1月21号被洗掉 因为过去有意退场 整个风力发电 好像大家就觉得看坏了 看不好了 大家害怕了 当然当天的股价反应 一定是做不可以的交易动作 是什么 杀股票 可是你是我的会员 或者是你是我的观众 你会从1月份 一直听到我讲到现在 给您报告的是 不管政府如何政党轮替 电力永远是台湾产业 首要面对的 所以风力发电 既然成了 这个政策成了 就不会因为政党轮替而改变 所以你的分析 一定要有核心 你的看法一定要坚定 绝对不是看新闻去做股票 有时候你要逆时去做思考 所以1月21号 我带会员再试驾加码 我是4.4 下跌 重挫不理性 直接跟会员报告 我们试驾加码买进 2月20号我们再加码买进 一样是下跌 68.8 买完之后 尾盘还好 有往上收一点点 幅度不大 大致我们在4月12号 试驾获利出勤 盘中我们试驾获利出勤 4月12号在这儿 就是跟我大盘 跟你报告的最好的出场点 在这儿 这一段是买进的区域 这是第一阶段卖出的区域 如果你跟着大盘 什么1万1千点卖股票 你可能会卖到这一点 投资朋友 5月3号 高下立判了吧 获利大幅回吐 你出场 可是我们在10月12号 华力的转升 投资朋友 这个是实实在在的交易 这是实实在在的交易 然后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四季刚刚我们还要再买回来 还要再买回来 所以 我跟投资朋友说 大盘这一段下跌 那时候我已经 事先跟投资朋友做说明了 这一段下跌 后来 这一段下跌 670点是 是请你要偏多操作的 我既然这样跟你报告 偏多操作 带会员是不是也要这样子做 你才有可能 说得跟做得一样 不然我上面 我台面上讲得很好 可是带会员如果操作不是这样 这样也不对吧 所以4月25号 我们买回四季刚 65.7 买的价格比较高 可是我跟你说 我们要偏多操作 不太可能买到最低点 买到最低点是运期 可是如果依然个股 回去研究之后 筹码面 东泰筹码 静泰筹码 我觉得都不错的时候 很抱歉 往下买 我们是有依据的 所以5月14号 全市场又在恐慌的时候 我跟我会员报告 我们市价再加码 56.5 哇 这一天就很漂亮了 在这一天 5月14号 56.5 几乎是最低 最低是56.3 我们买到56.5 算是很不错的动作了 这是运气好 不太可能每一笔钱都买到最低点 卖到最高点 后来收盘由黑翻红 涨到收盘是60.4 当天买当天赚 可是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我们能多赚点钱 我一定想尽可了 把我货源多赚一点钱 所以不会当天买当天就出了 所以5月15号 涨到62.6元 我们不出 我们到6月5号 全市场在封锋力发电 全市场在封锋力发电 我们就要做一个怎么动作 华力的转升 6月5号我们世界要获利出清 没有卖到最高点 卖到67块 可以了 因为不太可能 买到最低点又卖到最高点 那个运气真的是太好 可是我们要赚 我们应该要赚到的钱 我会这样讲是 希望投资朋友 你都可以赚到这样的钱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 我在1月7号的时候 都有跟您报告这件事情 回去 投资朋友有兴趣 你可以去看一下 1月7号台股直播室 应该是接近 快结束的时候 我有推荐五档股票 我认为是有爆波段的实力的 其中一档 当然就是四季刚 在1月7号的节目 具有不断上涨的条件 你要买就买到 大家都不想要买的时候 那个位置才够便宜 而且你可以很从容的进场 剩下的是什么 等待而已 等待会有收获的 我常常跟投资朋友报告 等待会有收获的 所以刚刚的交易动作 很清楚告诉你什么时候进场 什么价格 这是统计 1月份到线 1月份做一段 1到6月份 分两段做 68.7% 报股过年浪不容易 不容易 而且过完年之后 我们继续报 报到过完年后 没有我带你 你也报不了这么久 你算是1月21号就被洗掉了 很可惜 可是如果你跟着我做 这个是扎扎实实的 绝对没有造假的 你可以第一段赚68.7% 第二段你可以赚到20.6% 偏多操作 你放空了 1到6月份 这一档股票以时间报酬 投资朋友 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当你一档股票 可以赚到大波段 你就立于不败之地了 你就立于不败之地了 如果你这是 这个时候追 肯定是被修理的 6月10号告诉你 加权指数可以买进了 那时候你去追大家 市场上很热的风力发电 你赚不到钱就算了 你还会又被套牢 这是差别 这是差别 包含什么 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之前跟投资朋友报告什么 一样 上要围绕重建题材 1月7号给您报告的 你看得懂 报个大波段 你就立于不败之地了 后来上要 一路上去最高到17.65 不要说最高点 这一段 你有两层的空间了 你会输吗 你就不太容易输了 还有什么 这样跟投资朋友说 报价上涨的股票是什么 汉讯 1月3号 1月7号给您报告的 具有波段上涨的 一样是没人要买 你可以冲农进场布局 你可以冲农进场布局 当你布完局之后 耐心等待的时候 汉讯 我们做了三次 36.8跟10%跟3.2% 累积报酬 遇到6月份是50% 可是如果这样的报酬 你就不会输了 为什么 赚大的 其他就是小输小赢 基本上 你的交易风情 会跟别人不一样 实际关键我们先进广告 广告之后继续解放 谢谢大家 地震了 怎么办 1 爬上 2 掩护 3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运达总部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读 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拨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总部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读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拨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总部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读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拨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02-8773-8859 中文字幕积极 中文字幕积极 Baby 你要乖乖哦 今天陪妈妈一起去打流感疫苗 你知道吗 为了让你能够健健康看的长大 妈妈什么都愿意 等你长大 妈妈也会定期带你来打疫苗 妈妈老了 你会不会陪我来打疫苗呢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台股直播室 我是高维迅 和迅 这三段我们怎么做到的 怎么带会员这么做 还是我只是画线给你看 我们来看一下证据好了 一样是1月3号 带会员进场 没有我带你真的不会敢买 而且抱不住 55.2 漲停我们不出63.2 续报 2月18号再漲停到67.8 我们不慢续报 我们甚至在2月22号67.7下来的时候 我们再加码 证据 再加码 3月28号我们提前出清 回收资金 一样是报一整段过年的事件 1月3号买进 3月28号卖出 我这次朋友 如果我没有带你做 你不会比较轻松 因为你报不了这么久 可是报久值不值得 我认为还不错 我们71.1出掉 第一段我们就获利出掉了吧 这就是第一段的证据 还不错 也不会不知道怎么做交易动作 没有我带你 你比较累 这一段我们怎么做 10%怎么来的 来看一下 4月2号我们买回汉讯 因为比特币那时候 占稳4千块美金 现在比特币在8千块了 都是朋友 今天汉讯今天就抢了 4月2号买近70块 买完之后上去 这时候买的 看准我们开盘就出手了 当天买当天撞 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不要急得出 4月3号涨停续报 然后后来有摔下来 因为为什么大陆淘汰比特币 淘汰挖矿产业 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比特币报告没有因为这样而下跌 失去看多 所以我们4月9号 市价加码81.5 10月10号 再加码77块 5月15号 3笔1笔赔钱 2笔赚钱 加起来就是10% 5月15号市价出勤 这就是第二段的汉讯 10% 证据在这里 费人的交易一定都收得到我的抠讯 3.2%怎么来的 因为5月20号 我们卖出隔日冲 卖掉5月17号的加码单 70块赚3% 汉讯这张国票我持续看好 我还是持续看好 我还是持续看好 我们将来还会再进场 将来还会再进场 这就是有人带你做你会比较轻松 你只要撞到大波段 基本上那小书小英论来说 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了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 你就是毕于不败之地了 因为当时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认同的人真的比较少 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这段下跌的过程当中 投资朋友 这段下跌的过程当中 会复制这一段 你要偏多少做 那这一段是什么 这一段是我之前跟您报告的 10月份股材之前 我们9月26日先出卖股票之后 有现金我们才来买 所以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金像店具有波段上涨的机会跟条件 后来金像店就上去了 跟我的画的是不是一模一样 第一点 分五段上去 一二三四五 对不起 是不是分五段上去 所以金像店我们赚了这个报酬 所以投资朋友 你必须了解一件事情 你看得懂行情路况 你的交易的方向 各股交易的方向 你才不会迷路 而且才不会做错方向 明明就上坡路段 你非要逆势去做开车的动作 你就危险了 大家就往上冲 你偏要往下降 那就危险了 大家往上冲的时候 我心里怀疑的转身的时候 你刹车停车 把车放到旁边休息一下 你反而家族油门 你永远就逆势 你就不会成为股市上交易的赢家 所以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抗论行情路况 你才有办法成为股市上交易的霸主 你才知道每个阶段的行情 要做什么动作 不然大多数人 人云云云活在同温层里面 所以大多数人必须输 跟着我 你才有可能性的产生 打个广告一下 请你加入lite吧 为什么这样讲 我永远都讲在前面 市长会验证 谁讲来是对的吧 包含什么 这几天我给你报告的 我有个人跟你分析是 跟大家等什么 等法说 等什么等什么的 这些都太慢了 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6月10号 6月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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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1号跟你讲说 拨断买钱 买点服务线 公开告诉你 那时候收到72.1 昨天没有涨 我们来看洪海今天怎么样 74块了 我跟你报告的 图表印出来是6月10号 事实上 真的告诉你的 公开告诉你是6月11号 投资朋友 有没有上去 难道你等到那种利多消息 你才要去追价吗 不需要 为什么 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之前我在这边 请投资朋友卖股票 红海 我说不理性的 最终要回到基本面 为什么这时候可以买 看这边 回到正常大底 而且 净值只有 股价低于净值91.42 红海 这一段 基本上都是很坚强的底部 净值91.42 你要 你要买 这个位置是最好买进的 差不了多少钱 但是我就跟你报告这种龙头全职股 我的看法 还有什么 这两天还跟你报告什么 大力光 大家要等大力光的法说 特别太慢 你看得懂行情 个股操作你也不会差太多 一样 6月10号 跟投资朋友介绍了两党 事实上大力光跟红海 其实6月10号 6月9号 我在盘中间跟你们讲了 可是我特别在6月10号印出来 是告诉你 这要有留下证据的 我跟投资朋友说 世界一流公司北比只有19倍 不合理 股价已经先行做修正了 你要合理的交易动作是什么 是买进 3625 我跟你报告的是 3520元 3520元 6月11号 上去了耶 投资朋友 有多少人跟你看话 我有多少人叫你保守 太慢了 世界级的公司本一比只有19倍 你说合理吗 这个位置 是不是 安全的位置 你去追空 要不然你就在这边追空 放空 不会在这边去做放空的 这边要卖 应该要卖 但是如果没有卖掉 这千万不要再卖了 就跟红海一样 我公开跟你报告 这边叫做非理性的 叫做政治性的买房 请你卖股票 卖掉之后 这个都再买回来 照价差 公开跟投资朋友报告 所以投资朋友 看你的看节目 麻烦你要看一个有证据的 而且说跟做的是一致的 不要说跟做又不一样 这样你的交易的结果 参加会员的结果 我觉得都不会太好 都不会太好 大盘下跌 我跟投资朋友 报告 行情路况 我仍然是看多的 还是往上走 可是重点是 什么时候要往下 我只会 在我的会员里面 盘中即时跟他报告 如果在9点半到10点 有转折 我一定会跟你做报告 可是盘面上交易 我只在那边解盘半个小时而已 其他部分 我要去忙我的会员的操作 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 即时行情路况 你可以加入我的Light 这上面当然有一个 所谓的行情路况的 一个即时报导 一个专案给你 你大概可以清楚知道 什么时候要该华力的转身 什么时候你要勇敢的进场 或者是你直接想要参与操作 加入维续的团队 维续的车队 那更方便 因为我可以直接带着你 在股票市场上里面 能多赚点钱 我们尽量多赚点钱 该华力转身的时候 我们尽量该华力的转身 9958设计刚刚 我们没有卖到最高点 可是我们的点位也不错了 对不对 我们卖的点位也不错了 设计刚刚我们 6月5号卖的 我卖的点位也不错了 可以接受了 这一段 所以想要成为股市交易的霸主跟赢家 你操作需要自信 交易需要勇气 如果你缺乏自信缺乏勇气 欢迎你 在广告的时间 打电话进来 跟维续的助理做联络 我们一起创造你 跟我的共同的交易人生 最后祝大家操作顺利身体健康 我们明天见 5月8日 我们有足处的 帮助м工采金台 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海股直播室 超强民师阵容 直播现场急问急答 谈中及时为您解答 第5月2日 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海股直播室 第5月2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